邱圆圆1988年出生于山东,第一于中国传媒大学 在2010年,邱圆圆参加了郑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招聘 她从上千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有缘走进来郑州电视台,成为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她之所以加盟郑州电视台,源于一场刻骨铭心的校园爱情 她的男朋友张祺轩是河南人,也是她的大学同班同学 毕业后两人一起来到郑州打拼 邱圆圆在《谁是赢家》栏目做主持人 自从单位主持人以来,年仅22岁的邱圆圆 亲切大方的主持风格,为栏目增色不少 深受观众的喜爱,被称为最美的主持人 她的事业也是如日如天,然而天有无测风云 就在这时邱圆圆被诊断出,患有子宫癌 更让人揪心的是,此时的她已经有了身孕 如果做化疗,孩子就保不住,而且不能再生孕 当她得知这个噩耗后,她勇敢的放弃了治疗 她用慈悲和爱选择了保住这个孩子 孩子顺利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 然而在宝宝刚过完百日宴,秋圆也毫无征兆的撒手人寰 中年26岁,一个如花生命就这样离开了 以至于老公还在外地出差,都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追悼会当天,编语馆内哀悦生生 百余人前来相送,她的亲友同事泪洒现场 同行们都对她的去世进行了悼念 如君动 我们下期见